蓝白和这一周从焦灼到摊牌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上演了相亲季 但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昨天是以披霜来形容侯友宜所提的开放式初选 拒婚的态度是相当的明显 那到底现在进展如何呢 其实蓝白台面上陷入僵局之际 台面下却各有动作 柯文哲这一头虽然说蓝白一定会和 但是又说了侯友宜选不赢 而且还发生了好几次将会商内容片段释出的情形 其中包括柯文哲就透露 他曾经是找过雅虎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都开联讨论副手 还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二度会面 让侯友宜前几天也说了 你到底是要娶我还是不娶我 要赶快说这种话 那国民党这边也要求说 蓝白和必须要以侯科配或是科侯配为前提 但是柯文哲这里依旧是没有点头 让侯友宜昨天在脸书又发文向柯文哲喊话了 他说如果要让台湾赢就不应该只想到自己 呼吁柯文哲要能够换位思考 想一想国民党的支持者 而且其实从双方坐下来讨论合作以来 国民党始终是不设任何前提的 甚至他们还做了三次的让步 但是柯文哲这里却是寸步不让 侯友宜还说他已经以最大的善意跟诚意 向全国民众跟柯文哲表达 他愿意跟柯文哲一起让代表两党的总统参选人 攜手成为一组参选人 这才是真正的蓝白和 才能凝聚支持者 才能呼应广大民意也才会赢 最后侯友宜就说了 请问柯主席你愿意吗 民意在等你的答案 而且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也强调说 侯柯两人的名字都必须要在这个选票上面 因为侯友宜的支持者要看到侯友宜的名字 在选票上民众党的支持者也希望看到柯文哲的名字 在选票上才能让蓝白和真正的组队成功 蓝白一定也要在各支立委选区合作 还有共同政见跟政策 说方其实9月份之后已经谈妥了 那最近的两党会再次谈及相关的议题 也会公开宣誓共同政见 好但是现在陷入僵局之际 国民党这边好像都说了头头是道 那柯文哲这一头是怎么说的呢 他就说因为他一直不认同民主初选的方式嘛 所以他就说了民主初选就像是披霜 民主初选一罐披霜喝下去就会死掉 那换成半罐喝下去还是会死掉 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放到结婚证书上 但事先不知情这种手法实在是太奇怪了 好但是今天其实已经过了侯友宜 当初押给柯文哲的最后一天 今年的后续还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将会持续带观众朋友来掌握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